欢迎收看你妹的留学使用指南 我叫你妹是一名在温哥华留学的留学生 今年是我来这儿的第八年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留学生活有很大的好奇心 所以呢我也想趁着暑假的这个空余时间 给大家整理一下我出国的经验 今天我想分享的呢是出国留学之前的准备工作 本视频纯属个人生活分享 仅供参考哦 我是16岁出国的 在国内上了高一就出来了 但是我也小嘛 所以只能去找中介了 我们联系了当时算是北京最好的一家留学机构 金某某 这不是广告啊 不是广告 记得那个老师姓欧阳 人挺好的 前前后后我们大概见了三四次左右 才最终定下来是去加拿大 而不是去美国 理由呢很简单 加拿大的治安相对比较好一点 而且学费呢也相对低一点 现在想想吧 我还真得感谢我们当时做出的决定 要不然这新冠肺炎形势这么严峻 我估计我在美国早就性命难保了 哎呀 这个鸟怎么这么吵啊 你别叽叽了 对 定好了国家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定城市了 有多伦多呀 温哥华呀 沃泰华呀 就很多城市都比较受国人的青睐 然后我妈也想 哎呀 那个别的温哥华不是拍的挺好的吗 要不就这儿吧 然后就定了这儿 我们家真的是一个特别随缘的家庭 特别干脆 一点都不纠结 哦对 在选国家之前啊 你得先问问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出国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班的班主任 他的思维就特别的扭曲 他说呀 出国留学的人 全部都是考不上重点高中 或者考不上大学的顿班生 都动脑子好吗 更可怕的是 有很多的学生家长 也对这点深信不疑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一定有不少人听过这句话 但我真的希望大家都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考上大学的就真的牛逼吗 出国的就一定抓吗 我看不一定吧 OK回归正题 那什么人适合留学呢 这晃来晃去的也是够晕的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点 一个是独立 一个是自觉 要说起独立的话呀 我真的是比童年要独立太多了 这还要归功于我有一个狠心的妈呀 我从两岁半开始 我妈就给我扔到寄宿学校去了 一住就是十四年 本来以为长大了 能跟家里的相处时间能长一点 没想到啪一拍桌子 我又出国了 从一个星期回家两天 变成了现在一年都不一定能回家一次 再来就是自觉性 我指的自觉 不限于自觉吃饭 读书睡觉 控制自己的游戏时间啊 我指的自觉是 你知不知道你留学 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有的人想拿个海外文凭 有的人想移民海外 那还有的人呢 只是单纯的想开拓一下自己的事业 如果你呢 只是想摆脱你父母的束缚 或者是觉得自己出国了 特别牛逼 那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国读书吧 中国的教育资源一点也不比外国差 而且就算你出了国了 我也不觉得你会好好学习 珍惜资源 除此之外呢 你还要看看你的资产 够不够支撑你的留学费用 因为出国办签证啊 申请学校啊 都会涉及到很多跟钱有关的东西 没钱肯定是不行的 留学成本的主要分为两大类 学费跟生活费嘛 就我个人而言 我大概一年要花3.5万加币 按5.5的汇率的话 大概是19万人民币左右 钱这部分呢 我以后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解 六月羊梅汁 你今天喝了没有啊 那选完城市呢 就开始选学校了 我选了一个离邦哥华城区特别远的一个大农村 上课中 理由呢 也是非常简单 因为呢 华人少 对于我的英语口语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我们学校只有10%左右的中国人 现在多吧 现在得有25-30% 毕竟留学生学费贵嘛 学校赚的多嘛 然后选完学校就要开始选几组家庭了 有接待学生意愿的这些小家庭呢 会向教育局提交一个申请 然后中介呢 那就可以从这些有意愿的家庭里面 去挑选他们想给学生住的家庭 一般来说 这些家庭不会离学校特别的远 寄宿费用包括住宿和三餐 有的还会包括接送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但大部分都只是包住宿和三餐 当时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家庭 就全全都交给我的欧阳老师来帮我选 虽然他也是很认真的帮我选的一个家庭 但还是采雷了 我住了一个月就逃走了 那简直是我出国初期最黑暗的一段死光了 这个以后呢 我也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解 一定要看 特别精彩 我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差不多到这一步 你的前期准备工作就差不多做完了 然后中介呢 就去帮我们提交了学校的申请 记住 是先申请学校 拿到offer之后 才能够去申请加拿大的学习签证 study permit 简称SP 顺序不能测哦 我的中介又拿着我的offer 护照 身份证户口本 那个资产证明 还有体检报告之类的文件去帮我申请这个SP 申请SP的同时还可以同 申请学习签证的同时还可以一起把入境签证给一起申请了 大概等了几个星期就下来了吧 不是很慢 现在想想好像觉得真没有必要找中介 这些事我好像也能自己干 过程相当简单 大部分留学生一般都会给皮的 找中介就是交智商税买个放心吧 之后就很简单了 买个机票飞过去就行了 加拿大学校每年的开学日期是不一样的 它不限于 它不一定是每年9月1号 如果1号是星期日的话 那就2号开学 很任性化 开学之前呢 我有一个新生的orientation 要去学校报到住个册 然后呢 还会有高年级的学生带着先生参观一圈学校 告诉你那个哪个教室是干什么的 然后学生在哪里吃饭 老师办公室在哪里 然后还有学生上课的时间表之类的 如果你有问题呢 你也可以那个时候问问这些学长学姐们 所以呢 买机票最好要买在这个orientation之前 我个人建议呢 你最好再早几天 提前过来倒倒时差 顺便熟悉熟悉环境 好啦 这一期留学之前的准备工作就到此结束啦 如果我的分享有帮助到你们呢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关注我 下一期视频我会讲留学签证的问题 拜拜 见不散哦